从大萤幕出道 在八点档找到了事业巅峰 但陈昭蓉如今说退就退 一点都不眷恋 其实早在15年前 她就边拍戏边投入了网路事业 一开始创业 做的是手机网路搞笑短片 后来又转向了购物网 专攻女性消费族群 只是初期呢 网路还不发达 赚的钱几乎全付给平宽 十年惨赔四千万的学费 一直到演完春花望路之后 她尝试在网路卖冷冻海鲜 一晚创下了三百万的好业绩 这才终于在电商直播圈 找到了新南海 陈昭蓉去年砸了1500万 打造台湾第一座互动式的摄影棚 她希望自己成为直播界阿里巴巴 口号可不是随便喊喊 配货宣传 这背后都有一套精准的大数据科学 但事业有成的她 近年来有为人父的焦虑 女儿陈品儿小时候到片场探班 看爸爸拍戏的样子 留下了种子 念高中的时候 告诉陈昭蓉 自己也想当演员 陈昭蓉曾经很反对 觉得孩子只是看到了演员 光鲜亮丽那一面 并不实际了解拍戏的辛苦 后来她投入直播事业 还故意派女儿洗碗扫地做杂工 结果女儿不但没有打退糖骨 反而意志更坚定了 做父亲的 这也只好妥协 继续带您来看陈昭蓉的事业与家庭 蚌鱼是这样 基本上白满等级最高 所以这个是白满 他是长辈 是白满 曾经他是本土一哥 但转战直播电商后 陈昭蓉的新封号是直播一哥 我说直播卖的是人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说直播主今天爆红不算什么 因为红的越快摔下越快 这是相对论 但是你有一个原则你抓住 诚信 诚信 因为直播他没有办法MG 你如果在直播上面你说谎 台面下两三千个眼睛 你只要眼神左边一飘右边一飘 下面一堆人都知道你在说谎 所以你一定要诚实 知道就回答 不知道就不回答 也不需要夸张 或许就是这张足够真诚的脸 加上过去在演艺圈店下的憨厚形象 让陈昭蓉的叫卖多了一种独特魅力 让他一年狂赚上亿元 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直播自身的关键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在三立八天档的这十年的时间 他给我很打下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从八天档去来 我的直播跟别人不一样 直播每天四个小时 我上场时间就四个小时 加上其他人的时间的话 每天大概有八个小时 我四个小时的时间我在里面 你如果从头到尾都在销售东西 没有人会看 不能一直卖东西 你一定要把今天的时事 比如说我今天看 亮起来 我看到了什么样的专题的采访 我会在直播过程中跟大家分享 所以直播一定要把销售 隐藏在故事的背后 然后销售隐藏在故事的背后 这个故事就像八天档一样 起乘转合 所以要先写好脚本 先想好了 是 我先讲哪一个故事 引它进来 对 软体靠的是人位 硬体设备则很扎 1500万 打造这个全台首座互动摄影棚 自取成为直播界的阿里巴巴 每一个镜头有三个镜位 都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 这个棚 1 2 3 4 5 6 有六台摄影机 以那个最小的数位的摄影棚 那个一年可以创造的营业额就超过九位数 其中阿荣只卖海鲜 事业越做越大后 版图更跨足时尚精品 生活旅游产品 最高纪录 曾创下一碗赚进三百万的纪录 是他亲赴挪威 带回最新鲜顶级的青鱼 这个这样最好吃 我要从吃开始做出发 因为那是电视购物 包括电商 他们现在最弱的一环 Costco掌握了鲑鱼 青鱼才是大市场 但青鱼很便宜 青鱼是每一个家庭都必备的 因为它营养价值太高 它是野生的 不能养殖 我要从青鱼着手 我就找最好的青鱼 最好的青鱼其实在挪威 然后当时飞到挪威 采购了大概快四千吨的青鱼回来 哇 台湾市场有到这么大 台湾市场一年的青鱼 产量大概两万八千吨 但是真正的挪威青鱼 大概只有八千吨左右 现在跟陈昭荣谈天说地 都考不到它 但这张漂亮成绩单 是磨剑十年换来的 这些会不会是 也付出一些学费学到的经验吗 这个学费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其实我们公司 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 那时候因为在三立 拍了龙卷鹏那部电影 每天都是含几亿几亿这样 觉得做生意非常简单 但是后来发觉 进去投入这一块以后 发觉要缴出一大笔庞大的学费 其实陈昭荣 很早就投入网络事业 当年都还没有YouTube 陈昭荣就想做影像银行 听了朋友的建议 他到中国投资 我投了大概七十五万美金 在那边 成功了吗 做了一年半 不成功 不成功 因为为了做这个影像银行 我必须先产生 content 所以我拍了很多三分钟的微电影 包括那时候 微电影十组 对 所以微电影那时候 包括维恩 李玉芬 他们都拍过我的微电影 结果赚来的钱 每个月都缴交给平宽 上百万费用 入不敷出 只好忍痛断尾 结束在中国的事业 重新回到台湾 成立购物网 我一直要颠覆传统的电商 我都想跟影像做结合 但是永远跟平宽在计较 后来到2008年 一直到2009块10年的时候 我把这个购物网 整个close掉 就这样开开关关 一路惨赔 陈昭荣还是看好 网络产业新蓝海 最后还跟好友叶全真 投入保养品 才总算进入了电商市场 而这样一头栽进去 这不回头的性格 该是祖传基因 其实因为我家里 三代都是做生意的 我爷爷做五金的生意 最早做展望店 后来做五金 然后到我爸爸做建筑 他盖很多的房子 从小我就看着我爸爸 跟我爷爷在做生意 小时候我在家里 也会帮忙卖东西 然后爸爸妈妈在忙 客人上门 然后我就会帮忙卖东西 从小我已经开始在做 已经每天都在跟生意 在做接触 所以你的商业DNA 来自于爸爸跟阿公 阿公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是做生意的料子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 陈昭荣对重商 有着高度兴趣 但就怕一双儿女 布她后尘 走上演艺路 她常常气人诱天 你小时候会阻止孩子 在学校说我爸爸是陈昭荣 我的女儿 我会阻止他 我的儿子是 如果 我的儿子比较有趣 我儿子是对演艺圈 一点梦想都没有 我的女儿 人家会说 你爸爸是陈昭荣 我女儿会小骄傲一下 我儿子说 我爸爸不是陈昭荣 我爸爸是陈昭荣 因为我爸爸是阿公 你赞成他走演艺圈吗 不赞成 怎么办 他要进来了 除止 不行 因为 演艺圈这条路 天时地利人和 但你怎么跟女儿说 你在女儿面前是 黑脸爸爸吗 很有威严吗 我说这一行 不是你想这么简单 不是因为你今天 是陈昭荣的女儿 你就会一炮而红 我说因为你陈昭荣的女儿 我如果今天 把你带到这一行 很多人都会关注 会因为你是陈昭荣的女儿 但是那是助力 也是主力 做老爸的百般阻挠 仍然抵挡不了 18岁的笑花女儿 向往演艺圈 千方百计抓住每个 可以亮相的机会 他说爸爸我要打工 我说好啊 那来我那个直播那边打工 他就在那边 他来做什么 洗碗 洗碗 然后先从洗碗开始 先从洗碗开始 然后打扫 我每天他一来 我就会打扫 但他就每天给我 穿得很漂亮来打扫 我就觉得怪怪的 对 然后后来有一天 他说爸爸 我想要上去 去直播上面 去跟大家 互动一下 互动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他从小就 蛮激灵的 我就说好啊 那去玩一下 那他卖什么 水产海鲜 还不错 但那画面很突兀 因为他长得蛮清秀的 但是你超买鱼 突然就觉得很尴尬 清秀的女孩 与其说是尴尬 不如说是欣慰 更加贴切 当然也并非真心 反对女儿原心梦 更多的是 为人父对子女的操心 毕竟这条路 他走过 其中的干苦 最难体会